今天我们要去的是吉隆坡最大的电子商场 马来语叫做Plaza Loya 华文叫做琉蝶广场 如果你对电子产品有兴趣的话 你会爱上这个地方哦 如果你想买IT产品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地方 你可以乘坐轻轨绿线 到Bukibindang下车就到了 现在我们就来了Plaza Loya的外面 所以我们应该从一个小巷走进去 就是琉蝶广场 华语叫做琉蝶广场 琉蝶广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数码产品商场 那么今天因为我要去买硬盘 所以我们进里面去看一看 这个商场从地下的楼层算总共有七层 从游戏专区到电脑各种配件 各种品牌聚集 电话卡 相机 手机 都可以在这里选购 现在一楼的中心地区 正在举行着惠普电脑的优惠促销活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品牌的店铺 这里的一楼二楼主要是各种品牌的手机 现在我们到三楼三楼主要是各种品牌的电脑 这里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有了 同一个产品在不同的店铺有不同的价格 建议大家先了解一下价格 多走几家店 找出最适合的价格再购买 这个是放耳机的 你看这个是台 上来第四层呢 我们看也都是全都是电脑的 超大型的屏幕 让人感到森林奇景 这个应该是游戏者的最爱吧 在每一台电脑的显示屏上 都显示了该台电脑的价格和各种配置 你会很清楚的了解此台电脑的状况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 你就向电源问一下 这里的电源的态度也很好 他会很耐心的给你讲解 在这里售卖各种手机硬件软件 电脑部件配件等 总之你可以买到任何一件电子产品 因此这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 都有很多人 包括本地人和外国人等等 一张式的购物 唯一让你感到的就是一个字 爽 这里有一间好像卖电脑的配件 很多东西的地方 先去看看 这间店在外面看起来很小 但一进去却别有洞天 各种配件都非常齐全 这里面的东西品种非常多 估计肯定有上千种以上 你要仔细地寻找 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东西 这个呢也是美国拍子 这两个呢也比较好 各有各好 你在世界的話,它就可以用 蘋果的電腦,還有Windows的電腦 我們的電腦是 Windows 10 Windows 10 Windows 10可以用 Windows 7以上就可以用了 179明星 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樣子的 可以啊 買這個 可以啊 要上哪去 這邊 這邊 前面 買到我想要的東西 金盤 這間店是在第二樓 這裡面看起來很小間 但是呢 你進到裡面,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而且東西也很便宜 在它的旁邊 還有一個蘋果的旗艦店 正趕上裡面是蘋果手機 iPad等清倉 所以呢,價格都很便宜 也值得逛一下 對比原價和折扣價 它的價格真的是很便宜 商場 商場的底層還有一些餐廳 如果你餓了的話 就可以在此就餐 走了一整天啊 真的是很累了 我們就在旁邊的Bugging 去吃一餐 開燈半 很好吃哦 我們現在買完了電子產品 我們現在買完了電子產品 就到它隔壁的金 和寶廠畫一畫 因為現在馬上就要到 底巴巴里了 所以呢,商場呢有四季 圖妖節 又稱萬登節 是世界各地新都教徒 慶祝正義 擊敗邪惡 光明 戰勝黑暗的日子 所以這一天 印度同胞會買新衣 會彩米圖 來迎接這個傳統的節日 這個彩米圖 不是商場的裝飾品 它是為了迎接印度繁榮女神的到來 也是為幼小的螞蟻和鳥隻提供糧食 他們認為這些小動物 有可能是女神的化身 圖妖節到來時 印度同胞會在戶外亮起油燈 以這種簡單的方式 象徵著追求光明 美好生活的意義 在流蝶廣場的附近 除了有金河廣場 還有石泰廣場 Time Square 赤廠街 Patering Street 也是馬來西亞的唐人街 有很多值得逛的地方 在以後的視頻中 我再詳細的為大家介紹 那我們下期再見 在下期見面之前 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喔 那這裡就是 集中概 這裡就是集中概